好了,到下一套了 下一套就是兩季結束了 不過我猜不到,其實早上做不到長篇 他說應該有第二季 有第二季? 應該有 不過真的那些都應該會 確定有第二季了 他和爆漫都是分割兩期的做 明白 或者說我朋友的感想 作為一個漫畫有看的人 我和我朋友都是 他覺得第一季是選拖廠來做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動畫來說 我只看了五集 我就沒有再看下去了 因為真的給我的感覺 他真的做不到漫畫的感覺 漫畫我想要的感覺 讓我看得到 你想要的是怎樣? 應該說他表現那種戰鬥 和一般的戰鬥一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滑頭鬼 在漫畫來說 他出色的地方 其實是他在戰鬥上的畫面表達 不足方面 這方面其實我可以看到的 不是說做不到 其實你之前說的百花撩戀 其實是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出來 因為說到漫畫原作 其實是是 《脈頭鬼的奧義》 或者《超必》 你可以簡單說 就是《怕花所悅》 很多時候會變成一些殘影 或者是 不要說殘影 你打下去是一個虛像 會有一些脈水 或者是一些觸感 不觸出來的 漫畫其實是很明顯的 甚至很多時候有些跨業的表現 但動畫方面 其實沒有做到這些 很明顯的效果做得好 但他就做了一些 比較粗線條的角色 在造型方面 他就做到足夠了 但這方面 其實在動畫做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配合背景那些東西 其實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即是突然間好像多條黑邊 應該要抄的地方 他就沒有抄到 但他不應該抄的地方 他就抄足夠了 這個可以說是他作畫 或者表現的一個問題 但其實跟回他兩季言 其實他所做的就是漫畫的牛鬼 漫畫的牛鬼編 還有四角的編 四角八鬼夜行的編 四角八十八鬼那邊 但其實某程度上 我朋友覺得是拖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如果你看回 漫畫原作的編幅來說 四角編 對比他的後期 後面大家的京都編 或者其他東西 其實是偏短的 即以我看了五特 我之後 留意情況 他大概內容說的是什麼 其實他太側重於 說回自己本身的老娘組裡面的妖怪 但他說得太鬆散了 那些妖怪裡面 不見就是有一些互動的關係 因為其實 你所說的 他講的 他講的盧梁組裡面的妖怪 你想他講哪部分 即是由他開頭 好像說 那隻 鶴 即是說病那個 鶴 然後你講 你講 牛鬼那邊 牛鬼 其實牛鬼那邊 應該是最致命的 因為他開得太 整個結構 是錯了 我又沒有覺得外國的 我覺得很差 我不是太滿意 其實 因為他可以說是用一個 倒序的形式去做 那部分 但他用不到倒序的吸引力 給你了 他的吸引力是沒有 因為他分了幾多 拖場來做 所以令到那個爆點 延長了 變成沒有爆點 還有 會有人令人誤會 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第一集裡面 混亂 他第一集 他沒有之後 再針天邊覆去解釋 究竟第一集那個 是什麽一回事 那些人以為第一集 你是不是零零來的 這一集 不知做什麽 其實你當第二集 是第一集 可能更加好過 是 因為我是看完 之後 後面才看完漫畫 所以就會 咦 做什麽 為什麽 還有 這個陸生和那個陸生 有什麽分別 就是同一個人來的 會有一個疑問 我一開始看 我想大部份人 對於這些 所謂的 能力之後變身 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接受性 都很大的 那不是一開始人 他少變身 他變過一次 你會這樣跳來跳去 會有些混亂 但某程度所說 就算他去到四角編 都會有些 的情況 例如說他打蜿鳳王 那些 或者打地狀 那些 其實他有 我朋友覺得 不應該長這麼多蝙蝠打 這些 某程度而言 其實我可以理解的 因為本身 你說這套作品裡面 其實很多 所謂的戰鬥場面 簡單來說 鬼眼狂到 絕招鬥絕招 那麼一定的 忠豪是不會有任何的 招式裡面的交鋒 而他出色的地方 就是他表現這些 所謂的 畫面表現 畫面表現 是比鬼眼狂多 是較為優勝的 無論說那個 水蜜向的不足 或者是一些畫面表現方 你會見到就是 為什麼他會 或之後戰鬥那裡 會變成 流宇宙是很一般向的 因為他精髓不在 他簡造出來的 因為他自己原創出來的 但是 你怎樣去 我實說 動畫你怎樣去 自己去添加這些元素 是你的工作 你就不是說 握個流灘 就是比我說 純粹普通 日本都 互劈的感覺 因為 比我看到最後 就是 兩羹爛仔在那裡打架 不是兩羹爛仔 兩羹怪獸 爛仔 跟爛仔差不多 那也是對的 就是最後那個 在城市裡打到 四角漫畫 因為其實 可能是四角片的關係 是短的 還有就是 他要隱藏 大部分 勞糧組的妖怪 的實力 是不會在這裡 露出來 這個就麻煩了 所以 為什麼會變成 街頭運戰 連 毛頭鬼 全部都是 大騎 來的 對啊 不知道在做什麼 因為 他不敢出 我覺得 他不敢出 如果出了之後 四角 後面的京都片 就不知道怎麼辦 不要說去到京都片 就算中途裡面 打 我忘記打什麼鬼 他那裡都有 好像說 血神 血神那邊 其實你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他們應該一個人就打血神 某程度 我覺得他真正能力來計 其實 實際上 所謂的 那四角的那班人 其實一隻 一隻 沒有牛鬼 再加一隻牛鬼 我想清場 可以的 不用了 牛鬼一個就可以了 牛鬼都可以清場 牛鬼都可以 真的 所以他硬是叫做 培育 所以 你會看到 戰鬥方面 或者我們簡單說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其實某程度上 大家 或者我一開始的感覺 都是 未看漫畫之前 我覺得 盧倫六申 附近那些人 其實應該都是初生之族 感覺上 我最初以為是 那些年輕人 所以應該是很虧的 所以 就要跟著少主 以後有機會 上位 我沒有想過他們是怎樣的 但如果你說看他的後段 其實就知道 魔王培育計劃 其實這班人 是他老爸那代流下來的幹部 現在那班幹部 是他爺爺那代的幹部 所以其實前提上是什麼呢 他現在的那班根班 其實全部都已經是 多了他百幾二百年修煉 或者是他老爸那代的一些名將來的 但現在就變成了臭仔婆 反而他爺爺那代的名將 現在就變成了 爺爺阿伯那些在那裡 會有阿聲聲為何那麼容易被人殺 聲聲那麼容易被人殺 聲聲那麼容易被人殺 是幾無奈的 目標是出聲野 劇情控制上 因為其實這個本身 其實是原作問題來的 這個本身 原作都沒有講的 原作聰明的地方就是 他用很多所謂的大場面 去跨過了這些事情 還有就是 因為四個片其實是 大家單鬥單 就是 誰能夠統率的白鬼夜行 能力是強一點 其實因為他 但其實說真的 六兩組的白鬼夜行 不是那麼容易 大家要知道 有看漫畫 就知道 這當然是後話的事情 那就是第二季 很想他改回第一季 他這一季裏 我救命 他戰鬥這樣 他真的要去做出來 其實他某程度來說 你說他戰鬥很快 也不算 消耗原作 消耗得很快 也不算 消耗得很慢 最後幾集 中段的位置 他燈場 我不理他 我只說最後幾集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整篇四個片 都是帶出一把刀 都是八黃小翠 這個不要管 但是 他作為戰鬥的部分來計 就是 他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如果你說 陸生未過不到奧義 在那裡 我覺得都 還可以 但是 大家要記住 滑頭鬼的精髓不是在那裡 正如說你所說 嗯 那這套東西 就 看看他 Jump系 就 一定長造 因為這套東西 我沒有記錯 如果你是 四角編 就是 一開始到四角編 應該到 1-48 差不多 然後去到五十幾話 就應該進去 花刀院 和京都 應該是下一季 然後就修煉片 花刀院 修煉片 然後京都 這應該是第二季 但這季是一開始 踩到一百三十幾集 等於 蝙蝠相 是多一倍 八十幾話 就不太成都相 其實你要明白 他其實就算完作都好 其實他中途查了很多 所謂的妖怪知事不會 是 但我覺得 他應該都會說 他不能夠不說 其實 因為那些全都是重要人物 就是 那些其實就是 你今代看到的那些大茄 都很厲害 應該說 後期裏面 你先走 我電後 這班電後的 就是這班人 而他們 就叫做 在現在 滑頭鬼裏面 牙蝙蝠的 工作就是 擔心在他們身上 每人兩回 打場才 不要管那麼多 對 即是你看到什麼 青田房 手毛 黑田房 對 那些全部都很厲害 全部都很厲害 但 誰知道現在變成一個 臭小子的人 不知道他做什麼 沒有辦法 唯有看看 第二季 究竟可不可以 做回 戰鬥感 和畫風 他可以 跟足 不要太 現在 那些 異頭向 其實 簡單來說 他應該去 百花撩亂 取經 在畫景方面 其實 景的氣勢 日常景 他沒有問題 但他去到一些 戰鬥景 他一定是 要參加百花撩亂 那種不足 日常景 其實我覺得可以 所以我在想 你罵什麼 戰鬥那邊 戰鬥就對了 他戰鬥和日常景 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 變成灰色的 但是 如果沒有程度上 就算你說 做畫頭鬼那一鄉 的戰鬥 背景又不要緊 一分鐘都要打黑色 所以 看他第二季 可不可以 改回 這個問題 像一些漫畫 但是我估計 我未必會看 因為我覺得 我看了原作 我未必會有 吸引力 他給我看 因為他沒有什麼 改過 他只要重新 看畫面表現 但是 第一季給你的感覺 就是畫面表現 不行 老實說 這套東西 一定是看畫面表現 不好意思 最好看 都要看京都 大家都要自己看漫畫 你對九衛湖 是不是有一種 獨特的愛 這 不知道